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主要就是这个作者 因为好像我问了一下是腾讯的一个前员工 所以昨天他们在腾讯的群里面打了一天的架 我稍微围观了一下 为什么打架 就是北京人就跟他打起来了 这两天有很多的帖子在那儿跟这个帖子对骂 我觉得很有趣 他这个人的观点当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而且他让我闻到了熟悉的咪蒙的味道 咪蒙改头换面 改头换面 一个难版的 因为我们说现在自媒体比较火的一个 火起来的一个方式 就是把事往极端了起 我记得我们原来在清华的时候 孙立平老师我们就老聊天 我思老师还没活起来 孙老师我跟你说我就不想活起来 因为想活起来的话 这个方式非常简单 你把话往极端了说 就马上就活起来了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你看他这个人就是把话往极端了说 非得去把这个跟南城的有五套房子的土豪 来对比外地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 那你这不给自个儿倒难受吗 没错 那天我看见那个有一个文章是夸我们的 但是呢他夸我们这个的理由呢 当然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活不起来了 就是说你看 你们这个说话呀太温和 然后呢你们那个就是没有金句 就很少有那个金句 老师显着那么平平淡淡 专家把麦是吧 对对对 最火的一期不是饶益老师吗 对 最火了 最火了 说到哪了 那个极端 对对对 你看我看书比你多多了 所以啊你不弄到这个尬聊 他活不了 潘老师你伪装了这么多年 体会更深了 我是真实的生活在北京的 就是这首先啊 我得惊叹一下这个作者的条理之不清楚 逻辑之混乱 文笔之差 我也惊呆了 就是原来以为是个媒体人 就青年作家嘛 后来觉得绝对没当过编辑 没当过记者 因为这文章实在是前后矛盾太多 他根本你都搞不清楚 他是说赞北京人 还是反北京人 还是说骂外地人 还是说为外地人在报区 没有 我有同感 因为他这里面他说的 北京人有生活气息的一个点 说出租司机的那个傲慢腔调 我说这你怎么连北京人说话的这调 你都开始夸了 那你到底是反还是粉 他大概是个知音体 就是他每一段都是一段独立的抒情 都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但他不是在说理 刚才你说我是不是在北京假装生活 就是我是觉得 我一开始对北京是没什么感觉的 就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河南好 我这句话又牵涉到地狱骑士了 自我骑士 觉得北京呢 就是不是我的归属感的地方 是我工作的地方 但是我后来慢慢的 北京谁是有归属感的地方 是 但是我后来觉得 它是一个适合我们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特别说 享受这个里面生活很闲适 但它让我的这个精神 让我的生活状态 是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地方放 你肯定比家乡好 这是一个确定的 所以他说的这个 我不太清楚 他自己的生活状况 是一个什么样的 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为了红 才这样写的 因为这是套路 就你刚才讲 还有你讲这个套路 因为我是读新闻传播 这是我师弟是吧 出身的 所以我真的经常从这种地方 就琢磨这个问题 就是你看 今天这个权威媒体也不权威了 都是这个自媒体 写来写去 他们有他们华正取宠的这个招 可是呢 我有时候想啊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内 就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怕不怕被别人侮辱了智商 你知道吗 这个他被这个文章忽悠了的人 他自然是想不到这一点 对吧 那么我有时候在考虑 这个接受智商的问题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人群当中啊 有极少数人啊 天赋异禀 天赋这个智力 他跟文化教育 甚至可以没有关系 对吧 你比如经常见到一个胡同老大爷 说出话来非常深刻 非常懂道理 但是是少数 大部分人呢 就是似乎是啊 你比如他就没学新闻 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新闻人呢 职业的新闻人呢 老是被人瞧不起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们被人瞧不起啊 其实也需要这个这个学一学啊 我们学到过的东西 你比方说一篇文章 或者说一个演讲 或者一种观点 他能忽悠人 这个里边是有很多技巧的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就说有两千万人假装生活 假装在生活啊 我一方面又可以同意他 一方面又可以反对他 我同意的 我共鸣他的地方 丝毫不妨碍我 那整体上不承认 他的理论的地方 对 你看这就是一种 咱们原来读过新闻 咱们知道怎么从一个文体里边 能够看出来 比方说啊 有些人聊天是什么呢 你注意到吗 其实这都是招 就有些人聊天呢 他是什么呢 哎 理是真的 对 但是举的例子是假的 因为他的理你觉得 正是我生活里平常见到的 就是这么个现象啊 所以你不由得也相信了 他举的例子 实际他举的例子 可能是编的 再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像这个文章 人们生活中有很多 比如说你有没有挤地铁 两个小时才从住的地方 到了上班的地方 你有这个体会 有人写这么一句啊 你就觉得哎 这有道理 对吧 但是呢 你忘记了 他的句是 你看咱们就学逻辑的 他叫全程肯定判断 所有的北京人 都是过着这样的 狼狈不堪的生活 你也觉得 真是这么回事 其实你并不等于 所有的北京人 所以你看咱们 要照咱们学新闻的来说 是一年级的 一些个辩析的道理 这个属于研究生一年级的 我稍微掉个书段 稍微掉个书段 是我们那个 传播学有个大家 叫菲斯廷格 他呢 有个理论 叫做认知不协调理论 这个认知不协调理论 说的是 就比如说潘老师 说了个话 然后呢 我呢 我呢喜欢潘老师这人 但我就 我反对他这观点 但是到最后 我这能留下来的 就只有一个 是个单向的东西 我要么就从此否定了 潘老师这人 我要么否定 我要么我就 接受了他的观点 我两者只能取其一 我说普通人 天赋异禀 就令色啊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搞传播的时候说 为什么你读这一篇文章 你明明觉得 这里面好像哪儿不对 但一定会形成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就认为 你就胡说八道 另一个阵营就认为 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就是这两千万之一 他就会为了这个 说我是这两千万之一 他会去认可一些 他不认可的东西 这是非常常见 所以你记得 我早年间还没有微博 就流行博客的时候 我就记得有一个 很火的一个博客的这个作家 他发表过一个伪论 我当时觉得也是 也有道理 但是完全不能同意 他就是说 我就讨厌这些个大足套 干嘛说一个事 非要说有些呢 他说 我说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一场都赢不了 我就喜欢这么说 为什么非要说 他是到底第几场赢不了呢 或者说 有些人道德崩溃 对吧 我就不喜欢 什么事都要加个有些 加个部分 加个不是全部 他说 大家嘛 你们当然明白 我的意思了 你们咱们用得着 闹这个没用的磕吗 对吧 非要跟我鸡蛋里头挑骨头 我当然说的不是十三亿人了 但是我说什么 我心里想什么 你懂就行了吗 你猛一举 他这个就是完全违背 现代文明的一个做法 这几年 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作者 叫 纳西姆塔勒布 他们出了一个全球上销 说黑天鹅 他的基本理论基础 就说 全世界的 就有人说 全世界天鹅都是白的 你只要找出了一只黑的来 这个理论就倒了 而正是找出这一只黑的来的这帮人 正是今天操纵全球股市 债券市场这帮人 因为正是从小概率事件中 才有大的机遇 这就是现代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就是我觉得那个大哥说的其实有道理的 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民间话语体系的表达 民间话语体系永远不会说有些某些一定程度上 只有咱们在做报纸编辑的时候 中国足球赢不了的时候 然后月评就来了 你必须得加上某些场次赢不了 但是他在民间话语里边说中国足球真烂 这句话是对的 中国足球就是赢不了 这句话也是对的 你不能去跟他较真说 这赢了一场 这为什么说赢不了呢 但是话永远都不一样 但是你要是这么写出来 永远就可以吵来吵去 对 是不是 我还特地去找张先生 我把他的微信公众号 张五毛 对 就什么张先生说 我不给他打广告了 但是我却把他的微信公众号翻了翻 我发现可能一方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媒体炒作 另外一方面 我感觉这个人可能他的认识就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他这里面他讲到 他说他刚刚就参加了一个几个月的一个编剧班 然后参加编剧班 然后就在这骂编剧班上某一个人 骂完之后底下就有读者 评论说 说你你你你你你这么说 真不怕得罪人啊 你这以后编剧怎么混啊 他下面来了句 呵呵 明星都是不懂剧本的 你明白意思吗 就是我其实我接触过的几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明星 人家对剧本的看法 可能可以比一些编编剧要深多了 人家读的多呀 对吧他就他来编剧班一毕 他首先他认定他的客户是不懂剧本的 对 是这样一种 看待世界的一种视角眼光问题 他这个认识层次啊 反倒有可能就是造成他大规模传播的原因 对 就有人发过我一篇 原来以前发过一篇说 中国的雾霾是美国人造的 那个阅读量也是巨大 就是真的是他自己的认识水准 切合了大的阅读量 这个因为他这里边的很多材料是假的 或者他自己 比如说什么是假 比如说 说那个互联网公司 都是在那个五环外 特别苦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 滴滴啊 网易啊 新浪啊 都在那地方 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税收政策好 啊 我们还认为呢 上风上水呢 房价 房价七万万了 对 房价也特别好 那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 高科技园区 他就觉得IT员工才住在那 或者说 还有一个 他就是他认为 北京人都得五套房子 我怎么没见过五套房子的北京人 这个已经有无数北京人反对他了 而且他里面说的是这个南城土豪 我们那天还跟北京人在这吐槽 因为实际上这个 在北京是有一条小比试链的 就是这个大部分人可能觉得南城 是稍微等而下之的这么一个区域 南城五套房啊 对 但是来了五套房 然后那天还在黑说这个 咱们今天就在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其实啊 就是一上纲上线 就说不清 对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 任何一个人写的观点 我后来发现了 你看我有全程肯定判断 几乎任何一个人 所说的观点 对吧 都是有漏洞的 不是 都是什么呢 如果啊 他就说只是我看见的 都没漏洞 任何一种情况 比如北京生活很糟糕 交通很差 有没有呢 有没有人有五套房呢 当然有了 有没有人有这种凄凉的这种心情呢 当然有了 问题就在于 咱们过去老说一词叫 以偏盖拳嘛 你一上升到全体 这事就打不清楚 对 但是你单纯说他这个看到的 我觉得他的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故意炒作 还是他这个人 确实眼睛又有问题啊 你看他这里面他就说 说我去去故宫去过十几回嘛 说还没我们家猪圈好看 我我看这话 我觉得很不理解 因为我我去故宫 可能也去过无数回 一年一年 猪圈你也看过 猪圈我也看过 确实比猪圈好 因为是我去故宫 看过的那些展览 对吧 第一次在那看到清明上河图 看到阿拉伯世界的精气 看到这个 那个什么八大山人的书法 你就觉得说 这猪圈里有这吗 他就是他 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民粹情绪的集合体 整个所有的这个文里边 把交通拥堵 把这个买不起房 把拆枪打洞 什么 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外地人 在北京的这种烦恼 他集合在一块 给给堆在这 每个人都能从某一段里边 找到故名 这个就够了 再加上起一个不明所以 但是有一些挑拨性的这个标题 这个文基本上就已经成功了 咱们啊 咱仨在这特认真地聊这个事情 对不对 大家就在那边乐 那咱再聊聊反面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这个 那反对他的你们怎么看 比如说 有人上了这么一张图 我怎么觉得这图特像是 周星驰那个功夫里边的那小子 那个帮屁股洗澡的那个 高傲 不是这个什么薄啊 就是然后你再 你写再多的十万家都没用大 没有人会离开北上广深大 你回到家乡后 打开探探 你就买票回来了 我看看有没有 就给探探搞植入的 这个 也有很多 就马上就这个反炮 开始打他的 对 那你觉得反对者的这些逻辑正确吗 反对者首先有一个错的是 他只有这一篇十万家 在他所有的职业生涯里边 只有这一个跟我持平啊 就是我有一篇 是吗 是哪一篇 写足球的 就是什么 每周踢上一场球 是所有老男人最后的底线 你认为你那篇十万家 主要的原因 主要是情绪 主要是击中了 跟你没有共识 主要是共鸣 主要是那些被自己的老婆管着 没法踢球的老男人 为踢一场球 心力交瘁的老男人 他们的情绪 一定是情绪撩拨着他的阅读量 你说的这个 我就想起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的观众 也听了我们讲一些话 也就说 反倒是你们较真了 我们看见一个 骂他两句 怎么了 我们就是出出气 我们心里也知道 那不见得是真的 但我就跟着骂他两句 你们还在这假装李克中 你们反倒是较真 可是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要是一个社会里 读者和作者都不认真的话 那他这个舆论场 会是一个什么无眼瘴气 我觉得就会反噬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到 我们这个新闻行业 可能也确实没什么正经新闻人了 这实话实说 然后可能三观比较正的新闻人 也不多了 大家现在都看这些媒体 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全民族的智商都会下降 你别看大家好像觉得我都懂 可是你不是在每件事上都较真的话 最后那个系统误差就会非常 但就不是不再是误差而是差 你知道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一直就是不好说 因为一说呢 好像就涉及到了歧视 或者说是什么 又说河南的吗 呃 呃 原防河南起片 嘻嘻 我比如说我听一个戏学院 讲喜剧的这个老师说 你猛一听 他说你看喜剧有很多种 哎我今天拿一蛋糕格子这啪一下子 嗯 这是一种喜剧 这个他们行话叫撒狗血 嗯 对吧 可是我人生的悲剧 对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很多观众就是喜欢这样的 他就哈哈笑啊 他很轻松 你有什么理由瞧不起他呢 但是这位老师他会说 他说但是呢 如果是这种啪击一下子 这种这个喜剧呢 就是说我们会觉得 侮辱观众的智商 嗯 或者他说如果是我看到的话 我会觉得你这个主创人员 你你有没有侮辱我 嗯 羞辱 嗯 嗯 啊 让我看你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对 但是他这种观点 可能对于那些爱看这种喜剧的观众来说 是不是也有点不服不分啊 凭什么你 他就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 都不是错的 你这迎合型喜剧和引导的喜剧 低级的喜剧和高级的喜剧 嗯 我们原来骂周星驰呢 无厘头的时候觉得他们太低俗了 嗯 那现在觉得哇 也是不错的嘛 这个就是你的判断 就是我就水平高低的区别 如果这个老师认为 他看这个侮辱 他是因为他自己的心上水平比较高 这是确定的 他如果创的水平高 他可以写一个很高级的喜剧出来 因为就说你看啊 我我我我坦白说 当然就说这个这个观众可以批评我啊 嗯 就是我自己忍不住 假如我把很多人 假如我把这十万当朋友的话 我不把他们当朋友 爱看什么跟我没关系 哈 对 我总觉得假如他们是我的家人 是我的同学和朋友 那么他们给创造了这个十万家 那么看到有些文章 我就觉得你不是给一些个懂一些招的人 给忽悠了吗 占用了你的时间 嗯 贡献了你的情绪 帮助他这个造了事 嗯 你知道吗 就我难免就会觉得 哎 你不觉得被这样的人蒙了 看完了他的这篇文章 你不觉得丢人吗 你不觉得丢你自己的脸吗 当然我这么说 可能这些读者又觉得 我有点假装李克中 会不会 我我我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写过可能至少一两百篇十万家 我不具体没有数过 那过去我每周都写的时候 几乎每 这是傲娇啊 这写了一篇 他就一两百篇 这绝对是傲娇 然后因为我们是年轻人嘛 都是下课导的吗 呃 绝大部分是 那我们现在多提提人民日报 那我已经 那我已经很久不写了 然后是这样 这个 我我我写过的十万加三十 我觉得自认为啊 我我我 我愁准的读者 并不是那种 会会喜欢 一下子在我杂人脸上的那种读者 而是说 他能够揪出你其中具体的句子 来跟你讨论的那些读者 对 我所以我下面通过五十个一百个评论 我通常都会跟我讨论问题的 我揪出来 然后我跟他讨论 所以最终 这个能变成他那个意思 就是说他不但是有十万加 而且他这十万还都是高智商人群 哎 呃 那是下个岛的读者量 我真的 我我是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不是说咱们臭险吧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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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真的写出来了 鼓励鼓励 表扬与 做我表扬 是我们多年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就说 我们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 这帮这个比较有质量的读者 他也是十万加的来源 我觉得我们是得尊重读者的 所以我 你和 你和 我 我给团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从来说 绝对不允许出现 什么蓝寿 香菇 朵 丝 这种 绝对不要 我说你首先你确保你是一个 有美感的 有起码的体面感的汉语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我们写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 你们这些大平台啊 不理解张先生这样的屌丝平台的痛苦 怎么讲 就是如果只是用典雅的白话文 写一个非常理性的文章 他的阅读量可能都是五百以下 他现在已经被称为南版蜜某 南版蜜某的钱就很多了 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把这样的人给捧上去 他现在完全没有到蜜某的那个 那个来我 蜜某是真的每篇都是百万 蜜某你已经痛心疾首了 已经每篇都是百万家 这个还是一篇十万家 还是一个媒体人在写的文章 他就说我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 我有我的论据来论述他 这自始至终我是一个统一的 他不像他是一个大馄饨 刚才就是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就是这个给这个社会上又添了很多的乱 就是本身大家对是非啊 脑袋本身就糊涂 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脑子里边营养不太良好 这哥们呢就出来一个也不是说这边的 也不是说那边的你搞不清他任何观点的 然后两边人就开始撕 他其实就给你提供了一个撕的一个桌布 两边就光光光 也是不明所以 也分不出个对错 也没有是非 最后这事了了就了了 他是又给人糊涂的内心 又增加了一桶狗油 我认可这个观点 其实说白了 我为什么多次的在反驳迷蒙 是因为他是个职业选手 职业选手 他能有很职业的技法去把整个社会的心智搞乱 而这哥们 而这哥们更多的是 自己是乱的 他更多的是 对他自己是乱的 先把自己搞乱 再把你们搞乱 你们不乱都难 所以我昨天在微博上 我点评了他两句 我说你的主要问题在于 房子太少 想法太多 你更大的问题在于 你在哪房子都少 你对哪想法都多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而且那个急地铁的时间太长了 有足够的时间想文章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虽然都这样了 还是以这个正确导向而知名 还是要最后要把这个导向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方向就是 它可以引向一个积极的思考 对吧 就是在北上广深的生活感受 究竟怎么样 就是说 它引起来的就是 当然有一部分人 我看在北上广深 是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并没有要走的心 就是处于这么一个不干不尬 非常不堪的这么一个境地 这是不是个真实感受 就是我 就是王小波一直说一句话 其实最大的恶之一是愚昧 或者叫蒙昧 就是它可以表达说 我作为一个外地人 我的孤独感 我不被容纳 我愿意回到我的故乡 这是一种办法 它也可以表达很积极的说 这个北京本地人奋斗精神不行 我作为像马云 像马化腾这样的人 我一定要做新北京的主人 这些都没有问题 关键它表达了是一个 似是而非的 无观点的一个文章 我就会觉得 表达的是一种蒙昧的观点 这是我觉得它做的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对我们可以说 我们错我们可以讨论 你现在是一堆 或者一坨文章 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嘴 它不可以是文人复刊式的感慨吗 某种 其实每隔不用几年 每隔那么几个月 逃离北上广深 都会成为一个话题 而且是花样百出 所以我们这几年 看了无数的去大理开客栈的 最后可能大部分都回来了 因为它出去之后就是不行 你是你刚才潘老师说的 你说让潘老师回浦阳 我回北方 这个是不现实的 我可以这么说 我每年过年回家 在七天 有五天是在煎熬 除了陪父母聊天之外 没有任何的乐趣 那其实我觉得之所以 这个事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成为一个话题 其实我们应该看 更大的一个背景 更大的背景就是 中国这个城市化 是非常非常不均衡的 它不均衡到了 几乎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了 北上广深 杭州这样的城市 所以大家不得不涌入这样的城市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呢 所以你看 我前一阵就去熊安新区了 我觉得就是 它实际上在北京啊 我的感觉啊 的确很多地方特别糟心 我记得有一个香港作家 写过那么一篇著名的文章吧 叫做不喜欢北京的一百个理由 还是九个就有个理由 但是好像就这么多理由 只有一个理由 它就愿意愿意留在北京 就等于你看我如果说这个城市是没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我在这个城市连门都不想出 除了必要的情况 为什么我在香港 在深圳 在任何一个城市 我包括在广州 我都居住过 我都喜欢出去逛逛 那么为什么在北京 你有没有想过 我就是怎么着打死 就是不不 我甚至说说买个牙膏 我都说我等到这个回香港再买吧 因为我不愿意出去逛 就这个 这个大城市让我觉得极不方便 可能 可能北京还是外卖快递太方便了 所以可以不出门 也是 你说的太对了 这又是它比香港啊 优胜的地方 当然 还有北京对于青年人来说 它最珍贵的一点 其实是它的相对公正 对 和机会 没错 这个是这个青年完全没写出来的 他在家乡永远得不到机会 你可以 你可以真的跟一个人谈理想 这个事儿是一点不夸张的 可是你回家谈这个 北京有一部分人是拿走了大部分机会 但是有一半的空间至少是留给我们的 是平等的 但是可以做的 其实北京啊 这个咱们下一集我再说 对